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视频 今天跟大家做一期review啊 好久不做催稀测评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review的是这一支 Lindy 26 那这支包呢 我从入手到现在有半年多了 我觉得半年算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两三个月有点短啊 半年呢 相对来讲 这个时间也比较足够 来对这个包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判断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呢 你好 我是翠希 一个理性消费博主 经常在这里给大家灭草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周都有视频更新 那首先关于这支包的尺寸和重量呢 我都放在这边啊 大家可以迅速的看一下 参考一下 整个容量呢 是要比Speedy 25小 但是这个容量也是已经足足够够的了 我这边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如果你刚好有Speedy 25的话 那你就大概知道 我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容量 那么到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镜头切一下 我给大家看 我可以往里面放哪些东西 那么你更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先说它的优点吧 或者说更确切的说 是我这几个月使用下来 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 那么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主观的 有时候我觉得好 你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好 那大家就分享一下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那第一个我使用下来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或者说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是比较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外形啊 这个外形我觉得它好呢 承认可能有一些品牌滤镜在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它的这个外形是又特别 但是又兼具实用性 没有牺牲任何一点点的这种功能啊 其实很多包 它们如果说造型很特别的话呢 多半会牺牲一些 比如说容量 或者是牺牲一些这种百搭性在里面的 但是这只包呢 它的造型很特别 我没有在其他品牌里面看到类似的造型 让人一眼难忘 过目不忘 但同时呢 你又不会觉得这只包怎么这么的 乍眼 就怎么这么奇怪 没有 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呢 它依然是 实用性非常好 容量非常好 很多细节设计的也很到位 这一点来讲呢 我是蛮喜欢的 那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会觉得这只包这样看 长得很像一个天猫 尤其是如果是黑色版本就更像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审美 我觉得对我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 第二个 我用下来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呢 是它很方便啊 那方便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小细节里面 第一个小细节呢 是我很喜欢它的小插带 那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四个小插带 两个在外面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还有呢 里面还有两个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看这里上面 有一个 还蛮深的 可以把整个手掌放进去 然后对应的 这一侧 还有一个 那么这四个小插带 对我来讲 它方便在哪里呢 就是 你看啊 它这里一个大通铺 对吧 如果你把很多东西 直接往里堆呢 你就可能需要 在里面找一下 但是呢 如果是一些扁的东西 比如说像一个 扁扁的粉饼啊 镜子啊 我就往里面一塞 那我拿起来就很方便 还有呢 比方说像这个很薄的一个卡夹 我就往里面一塞 再比方说像一些票具 我去买好东西 很多票具 我就往这里面一塞 然后外面的两个袋子呢 我很喜欢把手机塞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看我把这个手机塞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这个手机呢 是比较长啊 所以呢 它可能这里就 但是它还好 它没有冒出去啊 如果是短一点的手机呢 会好一点 我这个长是因为 我是一个折叠手机啊 那我这个手机呢 没有壳 没有壳 其实你还好 没有说很紧 所以如果你即便有壳的话呢 也是可以塞的啊 还有一侧呢 我平时有的时候会塞停车票 经常不知道大家有经验吗 就是你去商场停车 它会让你拿一个票 然后到时候你出去呢 再去付钱 那么停车票往这里面一塞 就非常好 因为到时候你出去的时候 你也不会手忙脚乱 到处找停车票在哪里 那停车票呢 就在这里 所以呢 我觉得这四个口袋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好那第二个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开口 那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开口怎么好了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是吐槽它的开口 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有好多人就说 这个包用起来可麻烦了 你要把它的这个拉链都拉开 然后掀开 然后进去掏 不是 这个取决于你怎么用 那对我来讲呢 我这半年 我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把这两个拉链呢 是拉好的 然后呢 这个扣就不扣了 就这样 然后这些扣呢 我也都不扣 就让它这么晃 拿在手里也好 或者呢 就是背在肩上也好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拿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手这么伸进去 就直接掏 而且这个掏 我觉得很好掏 因为它的这个底啊 是硬的 所以呢 你手伸进去 你不会感觉到 你伸到一个无底洞 在里面不停地掏 你是能够摸到 很容易摸到它的底 然后你就很容易知道 自己东西在哪里 我都是这么掏的 我不会把它整个打开 而且这个开口 其实你看这个开口是很大的 就是我觉得 你再大的手进去 也是可以伸进去掏 那除非呢 你用比如说像很大的那些小皮具啊 比如说长款的钱包 拿出来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对我来讲 我已经很久不用长钱包了 我的东西都是比较小 都是最多就是一个卡包的大小 那拿去都很方便 所以呢 对我来讲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呢 这样子呢 你既有了这种 私密性和安全性 因为你看 其实外面人是看不到 你包里到底有什么的 但是你自己要掏呢 就很快可以把它掏出来啊 那第三个 我觉得好用的地方呢 就是它真的很百搭 那这个百搭呢 其实是一个综合作用啊 主要呢 我觉得总结下来 有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造型和设计 它的这个设计呢 我刚才说了 很有特点 但是它不啰嗦 就是又有特点 又简约 那么这样的东西呢 一般来讲 都是很百搭的 如果说造型 特别特别有记忆点的 那它势必就会牺牲很多的 这种百搭的一些功能性啊 那这是一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颜色 也是帮了一个大忙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 那么我当时选的这个灰啊 是因为你可以看 我这柜子里面 我有黑包 有两 其实有三 上面还有一个 Nikki啊 有棕色的包 那我觉得我是缺一个这种灰调的 那这个灰调的话呢 我觉得大象灰是最好看的 它是处于一个冷灰调和暖灰调之间的一个灰调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不管配冷色调的衣服 还是暖色调的衣服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配了一个银扣 我觉得银扣会看上去更加的 年轻 更加的休闲一点啊 那它整个的造型非常的轻松随意 所以呢 它搭配大部分日常的这种休闲的服饰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呢 它本身这个造型 刚才说了是比较简约的 配色又很高级 那你有的时候想要说少微正式一点 拿它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摆搭性上面 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综合的 那它是需要它的这个造型和配色 结合在一起才行的 你换了一个颜色 换一个五金 可能味道就不一样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是26这个尺寸也是帮了个忙的 34的话呢 我觉得是太大了 然后如果是迷你的话 我觉得太小了 它好像没有这种 slouchy的感觉 而且迷你的呢 我觉得你是可能仅限于一些休闲一点的场合 你说我要去拎着去参加一个什么会的话 应该也是不太合适的 好 那最后一个我用下来觉得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皮子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每次拿到这个包 我每次都会忍不住多摸两下 那我这个呢 是TC皮 那等会呢 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TC皮 那这个皮真的是很舒服 非常的厚实 但是呢又很软弱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盖子有多软 然后它是比较厚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这个镜头里面 这个皮的一个软弱的感觉和一个韧性 就真的很舒服 这个皮子给我的手感 是我现在这些柜子里这些包给不了的啊 就是真的摸起来很舒服 就是你去掐它一下 你是可以感觉出来它有弹性在的 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实在 好了那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呢 欢迎帮我点一个赞 这样呢可以让YouTube的算法把我的内容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缺点吧 那缺点呢我总结了一下就两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挺重的 其实你蛮意外的 就是看上去好像也没有特别大一只包 刚才我们看重量的时候觉得看着好像还行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经常就是往里面稍微放点东西 然后呢背一会儿我就能感觉到重量 那我也其实有自己在反思 我往里放的东西肯定没有我用这个Speedy25的时候放的东西多 但我用Speedy25的时候呢 我好像不太有觉得它重的时候 但是这只包我用的时候呢会时不时感觉到有点重 那会有一个原因让我背这个包的时候觉得它重呢 是我拿包的方式 Speedy25我拿的时候呢一般就是直接拎上面两个耳朵 然后是拎在手里的时候居多 那这只包呢我平时不怎么这样拿 我平时更多的是把它这样子背在肩上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实验 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这样肩背也可以手拎的包 你可以试一下 我的个人体验是你肩背的时候会更快的感觉到它的重量 会更快的觉得好像蛮重的 而你如果是一直这么手拎的的话呢 你会比较迟钝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这个包是怕水的 我刚才说了我这个是TC皮啊 那TC皮跟Togo皮的区别呢是TC皮它是来自于公牛的皮啊 然后Togo皮呢是来自木牛那TC皮呢相比于Togo来讲呢 要更加的厚更加的重更加的软就更加的slouch一点啊 正因为它具备了这些就是又软啊又厚啊又重啊 然后油感也很足所以呢才会摸上去这种软糯的感觉 它就比较怕水 我当然没有试过啊 让它碰到水会出现什么我也不想去试 但是呢的确它怕水这一点呢会让我有一些顾虑啊 就是说我还是会比较小心的去用这个包 并且呢像我们现在马上雨季要来了 我会比较关注天气预报 我会看一下今天会不会下雨 今天如果不下雨呢就带它出去 如果下雨呢我就会换一个包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调转一下 看看我平时都往这只包里面装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镜头调转了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平时都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那我这边呢有一个内胆啊 那我是用内胆的 我其他的包呢都没有用内胆的习惯 但是呢这一只包我觉得还是用一下吧 因为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它是个内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隔层嘛 也是能够更方便的让我拿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里面是全皮的 然后尤其是这个底 这个底的皮它是没有纹路的 它不像外面这个皮是有这个纹路 它里面那个底的皮我感觉比较的嫩 所以呢我也是有一点担心 比如说像这些五金件啊这些东西会在里面有一个挂擦 那么想来想去呢还是买一个内胆吧 那么这个内胆其实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买 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大家可以用转运啊大淘宝啊等等啊 那艾玛是自己也是有专门的Lindy的内胆的 那么我又要说我这个天使销售了 我就在跟他买这个包的时候 我是有看到那个内胆 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内胆要不要买 他说哎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内胆 你去淘宝上或者说去Amazon上买一个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哦OK那他还蛮就是还蛮实在的吧 这就题外话 好那内胆放进去之后呢 这个包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内胆白的味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这种丝质的 本身没有什么分量非常的轻 因为我不想再给这个包增加更多的重量了 好那我们就一个个往里面放 那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化妆包 就放进去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mini pochette 里面呢我会放一些漱口水啊牙线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的钥匙 然后呢是这个里面放一些像创口贴啊 或者是消毒纸之类的 我会把它放在边上的一个夹层里面 这样的拿起来方便一点 然后有护手霜 然后有卡包 也是我的钱包 然后有这个另外一个小卡夹 好然后这边都放好了之后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看其实上面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那我平时也不喜欢再往里面装更多的东西 一般就是这样 那手机呢有的时候我会放在这里面 那大部分时候呢我就直接放在外面啊 这样呢就拿起来更加的方便一点 我说过了 我是不会把它全部都扣死的啊 平时呢一般就是把这两个拉链拉好 然后呢就是这么就是可以拎着走 或者大部分时间呢我其实是把它这样子单肩背的 好那这些东西装进去之后呢就已经蛮重了啊 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考虑少带两样东西 比如说那个mini patient就不带啊 里面可能拿一点售口水和牙线出来啊 就不把整个包放进去了 还有那像化妆包也可以不带啊 就带必要的香热唇膏啊 或者带一只口红就够了 好所以呢这只包还真的是很能装的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我都不会把它装的太满 因为把它装满了之后呢就失去了 它现在这种slouch的感觉了 那下一期视频呢我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我平时是怎么处藏包包或者怎么保养包啊 并且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三到五种啊 怎么样在这个lindy上面绑推力的一些办法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记得订阅一下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下期再见了 拜拜